高亢优美的歌声 余音绕梁 台北齐名学校高三升高艺瑶 苦练声乐三年 首度站上大舞台参加比赛 就拿下市长音乐节的声乐组第二名 但其实他一开始连任国字都有困难 更不用说是意大利文了 也对自己完全没信心 总是偷偷的小声练习 就是想说旁边都没有人 像上台的时候 就是前面都没有人 前面就暗暗的 然后就唱自己 老师会一句一句的录给我 然后我就一直听 我用一些肢体的去带动他 就比如我用手的方式 然后让他来触碰 然后触碰到我怎么运作 然后他可以在他的身上 可以使用这样的方式 轻快的节奏 同样高三的杨宇恩 用长笛经典曲目Resolution 拿下七月组第二名 曲目中有许多快速音群 也有整段慢版 是最困难的地方 就是手指会卡住 然后还有舌头 因为我们长笛吹的时候 就是要吐音 然后会跟手指对付在一起 然后就听起来就很怪 平常大概是两三个小时 假日的话再更多 我发现他们的听力非常好 所以他们在练习 譬如说我给他一首曲子的时候 他可以在很快的时间 就可以记起来那首曲子 不论宇恩还是依瑶 都是从高一才开始接触音乐 从他们身上让人看到 只要不放弃肯努力 都有机会找到自己的一片天 两人也都希望未来能考上大学的音乐系 再继续进修 大家喜欢黄一杰登役中台北报道